下面要说的是好孩子费鲁乔的故事下集 费鲁乔刚要向祖母认错,忽然隔壁里有声响,他正想去看看 不料,哗的跳进两个蒙面强盗,他们一个抓住费鲁乔,一个抓住老祖母,都拔出短刀威胁说,不许出声 一个强盗把费鲁乔按在地上,两腿夹住他的脖子,用牙咬着刀,两手在柜子里翻东西 这时费鲁乔猛的登翻了一张椅子,那强盗惊慌的回过头 不料,蒙在脸上的黑布掉了下来 老祖母一眼就认出了他,他大声叫道,莫佐明,是你 这家伙见自己被认出来了,就举刀向祖母砍去 就在这时,费鲁乔猛的一跃,闪电帮的扑在祖母身上 莫佐明一刀,砸到费鲁乔背上,跟另一个强盗慌忙逃走了 费鲁乔忍着剧痛大喊,抓强盗,救命啊 邻居们听到了,跑出来去追赶强盗 这时,祖母恢复了知觉 费鲁乔跪在地上,抱着祖母,吃力地问 祖母,您爱我的,是吗? 祖母抚摸着浑身颤抖的费鲁乔,慈爱地说 好孩子,你起来,我再也不骂你了 费鲁乔听到祖母原谅了自己,心里很高兴 可是她的声音却越来越低了 祖母,别忘记您的费鲁乔 祖母捧起孙子的头,大声呼喊着 费鲁乔,我的好孩子 费鲁乔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她的手滑了下去,声音越说越低 不要忘记我,带我亲亲爸爸妈妈 说完就死了,这时,村里人抓住了强盗 涌到费鲁乔家里 祖母哭着向大家讲费鲁乔会救他而被杀得经过 她说,我有个好孙子 村里的人听了都说费鲁乔是个好孩子